在16日的早上,59岁的金像奖著名导演陈佳莎,在微博上申不喜的一个千金。 宝宝长得非常的可爱,萌萌的小嘴和精致的小脸十分的讨喜,照片中的宝贝在墙宝中安稳了前睡着。 在广大的网民得知了这个消息后,都在微博下纷纷评论标示,对陈佳莎深深的祝福和恭喜之情。 就在去年,陈佳莎和年仅29岁的内地女星,在香港正式注册极为合法夫妇,有爆料两人当时已经发展到了同学的甜蜜阶段。 更是当时被人怀疑已经有了声约,穿的衣服是比较宽松的,而且出现在媒体面前都是粗联出镜。 随后,陈佳莎就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婚许,公开承认了她,已经成为自己正牌妻子。 身为大导演的陈佳莎身边不缺女伴,陈佳莎曾和钱刚介成会议六过一段婚姻,婚后有两个孩子,不过婚姻只维持了三年就结束了,后来,他们为了孩子也在保持着联系。 夏莫乔 原名昭丽,有着交好的身材和亲密概念的夏帽,虽然和陈佳上相差三十岁,但是还是没有阻挡他们相爱。 生活中的夏莫乔是一个很爱狗的人,日常会在社交平台上,秀出一些关于爱狗的照片,可以看出她皮肤状态保持着很好,一头清爽的短发率心十足。 夏莫乔染的一头白霸,是一个非常追求时尚和个性的女子,看起来非常的自然,如此年轻的她,站在老公陈佳上身边,更像是女儿。 生活中的她,除了拍戏,还非常的热衷慈善事业,只是她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和孩子们的合影,可以看出,她是一个很善良臣服的好姑娘。 对于这样相差三十岁的爷孙怜可以修成正果,还是蛮值得高兴的。 毕竟在爱情面前,年龄根本都不是问题。 游戏底wi 一边 游戏底七 是